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换掌门,沙特王储雄心搞改革 本周,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宣布更换董事局主席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主席亚希尔鲁麦言被任命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新任掌门 外界普遍预测,这一举措正是沙特政府在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做准备 沙特阿拉伯再次努力将其最有价值的资产沙特阿美公司公开上市 这是王储·萨勒曼一项高风险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旨在全面改革经济,让沙特为未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做好准备 有分析人士指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成功上市将仅仅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沙特企业陆续通过上市来获得更多国际资本 逐步实现国家经济的多元化转型